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为了加强推广课语文化的传承工作 举办课语新传师的进修课程 信用透过种子教师的训练 让客家文化在县内遍地开花 我们南投縣文化局对于课语的这样的一个推广跟扎根 每年度都是不遗虑的在推广 那要有一个语言推广有很好的种子教师 就是透过新传师的一个培训 那最起起来其实我们用一个新传师当作种子教师的一个方式 到各个乡镇去做一个课语的传习跟推广 其实已经少有一些成绩 有一个非常有系统的六周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是期待这些新传师完成了培训计划之后 可以担任种子教师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感跟工作 到我们13乡镇去推展客家文化 这些参与课程的新传师都是社区里面的课语精英 为了透过他们的力量在各个地方的客家子弟更加了解自身的文化 课程中特别教导新传师提升教学资源运用 利用网际网路的管理方式发扬课语 教学资源的运用与管理主要是让新传师们能够了解 在客家教学上的资源有哪些 如何去获取这些资源 以及应用在教学上的方法策略 那进行教学的时候如何的去编辑它整理它 让小朋友能够在客与的教学里面获得最好的资讯 我这次参加的新传师的培训课程是希望把所学运用在平常的社区的教学 不管是小孩子或是大人 议员黄民科对此计划表示肯定 并期望中央单位补助更多经费 支持南投县的客与文化发展 这次我们的客与要在南投官 这段专门来参加都是我们国社区的地方人数 国社区的很多都已经在教客与 希望我们文化局和科学会 能够把很多经费来南投官 因为南投官也有很多客家人 希望我们的客与 现在是我们中华民国也很普遍 这也是一个真正重要的议员 希望科学会和文化局能够合力 基盘继续向我们的客与提升 来自各地方的新传师 为了客家文化的传承工作 仍然在轻易求精地参与训练 期盼增进教学效益 其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相信通过他们的努力 现内客家文化发展的根基 一定会越来越茁壮 民意新闻洪家燕 南投采访报导 所以我们下期时 感谢观看